大家好,我是阿飞 上次我去野生菌市场逛了一圈 然后在野生菌市场内 买了一朵市场内最大的牛肝菌 回来吃吃看 只说我很少吃这种大的牛肝菌 和我们这边种类是有点相似的 现在给大家看看 反正大,有多大 有这么大 这朵 这个在我们本地叫它黑牛肝菌 那黑牛肝菌的品种 应该就是我粗略的估了一下 大概有四种 这是其中的一种 有一种脚感特别细 有的一种个头特别小 其中个头最大的就是这个 也叫黑牛肝菌 其实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名字应该是叫 暗赫麦饼牛肝菌 我连起来读一下 暗赫麦饼牛肝菌 它的这个脚上有很多的这种 怎么说呢 奇怪怪的纹路 等我把它这个削了 然后我看了它 擦一下这个脚 它这个脚 应该是长在我们本地 所说的那种羊肝石上 颜色有点像羊的肝脏 这个石头 并且有一点硬度 这种石头上长出来的 今天吃吃它 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吃 看这个表皮有点那个光泽 发亮 是因为我昨天用塑料袋 然后可能是塑料袋接触的地方 导致它有点发亮 想了一下 应该炒吃比较合适 像这种比较大个子的牛肝菌 而且又比较老 煮了吃黑牛肝菌 我是不推荐的 如果大家要煮了吃 还是推荐那种 白葱菌 红葱菌 还有白牛肝菌之类的 这个牛肝菌呢 也有显色反应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摸一下 它会变轻 有没有变轻 变得比较慢 我试一下再试一下 我记得大部分的这个 黑牛肝菌呢 都是会变轻的 都滑稽到 这样子 可能这个种类的牛肝菌呢 就是它的这个变色反应 可能不那么明显 但我们削开来看一看 看已经有点变了 但变得不是很明显 就是没有那种青色 但是它有点略微发黑 然后先闻一下 闻上去的感觉和白牛肝菌 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 大脚菌味道是很像的 捏一捏 按一按 可以听到声音 泡沫 没错 你再按一种 比较软的泡沫 就是这手感 这是唯一一种 也不是唯一吧 现在能批量种植的牛肝菌 就是它 笑一下 应该不会变色 削到石头的感觉 我们多削掉一点 因为这种长在石头缝里的 很容易夹杂沙子 削上去的感觉像在削胶白 好多泥 看这种凤梨 长在里面的泥巴 软软的胶白 会不会好吃呢 吃我也不知道 开始有点变轻了 这边 变得有点蓝色了 所以它的变色反应不是很明显 其实变色反应越快 证明它读素越大 这是 怎么说呢 这是我的经验 OK 像这种地方 我也把它削掉 我怕里面藏了泥沙 嚼到就不好了 这种地方 OK 这个清洗起来 就麻烦了 你手这样搓一下就干净 滑滑的 这这帽 脚先切下来 还挺大的 这这砧板的感觉变小了 很好 并没有生虫 非常好 先切 切下脚 菌子比较老 我们稍微切厚一点 完全就是感觉 这是泡沫座的一个 菌子 有黑牛肝的味道 有黑牛肝的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切点辣椒 我们用猪油来炒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颜色调成小火慢慢炒不要着急 像锅边这些糊的地方用铲子铲一下 不要让它糊掉 这时候火不要特别大 有一个中小火就可以 像极了黑暗料理 脏心腹锅就是你要用铲子这样 把底下的脏在底下的煮出来 粘液太多了 不过水分已经慢慢被烤出去了 再烤一会儿 让它渗出更多的油脂 这样边边上这种 就把铲子扔掉 那炒到这个时候 差不多了 脚皮开始有点微微的发黄 边缘有点焦焦的感觉 但不要太干 太干就不好吃 这时候呢 我们沥油 因为蒸的超多的油 就把铲子扔掉了 辣椒放下 OK 下个油干净 OK 这样就差不多了 起锅 最后呢 只炒了这么点 刚好够一顿了 时候真的非常大 开吃啊 今天不单单有这个黑牛肝菌 还有一碗排骨汤 废话不说 先来一口牛肝菌 软软的绵绵的 有点像杏鲍菇的感觉 中规中矩啊 就是黑牛肝菌当中的有 黑牛肝的种类呢 有很多种 这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种 是因为它的香味中呢 没有 嗯 怎么说呢 没有另外几种黑牛肝菌的味道 它有牛肝菌的香味 但是没有 没有另外几种 我很难形容的那个味道 软软的 杏鲍菇 对 完全符合杏鲍菇的这个味道 哦 不是味道哈 口感 跟我想象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要吃一个这个 菌桿看一看 菌帽很软啊 嗯 找不到菌桿 找不到找不到 找到了 哎不是 哦是的是的 奇怪了 菌帽和菌 菌脚的这个口感是一样的 味道口感都一样 总之来说 还不错 吃饭吃饭 味道 我来说一下 牛肝菌当中有排行第一的 红葱菌毋庸置疑 但它也有风险 也有可能是烹饪的原因 也可能是个人体制原因 会导致一部分人会产生 这个幻觉 但目前就是 没有吃红葱 有中毒过 但没有那种严重到致命的 那个案例出现 至少在我们这边是没有出现过 吃那个红葱菌 就是坦坦坦的 大多数都是出现幻觉 其实剑手菌一类的 都会出现幻觉 刚才说到哪里来着 排名第一的是红葱 第二的 第二的应该是黑牛肝菌 但不是这种 是另外一种个子比较小的 第三应该是白葱菌 第四应该是黄奈头 白牛肝菌 这一类的牛肝菌 后面的都是并列了 所有的牛肝菌都是并列了 这是个人心中的一个小排行 好吗 很酷 我可以吃的 很香 所以我去吃一口 不舒服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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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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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都能吃到 烤肉 吃了 最近还属于野生菌的断档期 所以等野生菌多了以后呢 带大家上山啊 这段时间就休息 好了 我是阿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